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們電話找到是人民力量 也是佔中後援會的譚德志,早安 早安,三位主持人 怎樣?你們佔中後援會的名字很混亂 別人佔中你又後援會,你又不跟別人同一個系列 那為什麼改過這個名字? 一點都不混亂,其實佔中後援會是受到戴耀廷教授的感召而發起的 當戴耀廷教授日一的時候說他以為真正的民主運動 真正的普選去佔中的時候 佔中後援會就馬上發來這個運動去聲援他 佔中後援會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眷敵歸功 全部都是聽戴耀廷教授的指示 有先走,我們先走,先拉,我們先被抓 所以我們真正支持佔中援 即是你們都是先鋒? 我們後援,我們不是先鋒 那為什麼人家昨天做一個誓師大會 你又後援人家 但是你們的活動又好像是在搞亂人家那樣呢?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這個活動 他們昨天這個所謂的誓師宣誓決志的活動呢? 我們帶了三樣物品去送給民主黨去支持他 第一個物品我們帶了一張籽 是給他們佔領中環的時候坐在地上 將籽上寫了公文提名四個字 第二個物品我們帶了一條毛巾 寫著公文提名四個字 給他們佔領中環的時候 如果吃到胡椒攀母可以抹翻 第三個物品是一把線 如果七一佔領中環 上高寫著公文提名 是熱的話給他撥線 亦都是寓意叫他不要再善香港人 好像他幾年前那樣 所以我們真正想佔領中環的佔中後會不會 就要去提醒他 你為了什麼宣誓呢? 如果只是為了民主黨入不倒閘 而去佔領中環去做這個宣誓 那你是不是真的在騎劫佔領中環呢? 我們去提醒他們 為了真正的佔領中環 為了真正團結泛民三鬼方案 真普聯 這個是他們的共識 OK? 來到他做這個宣誓才有意義 當日用老母西這個公仔 扔六八九 民主黨跟著就馬上去出老母西的公仔 在元旦大遊行那裏去送給人 去賣給人籌款 今年的年少 民主黨亦都做了一隻大大隻的老母西 在他的民主黨那裏 老母西用來扔六八九 OK? 即是說他都是endorse 一個 一個扔人工仔 他endorse 我就當李國認為他錯 是不是別人錯 你可以繼續錯呢? 你先聽著我講 一條毛巾也都不是暴力 對不起 一條毛巾是對於民主黨 表達我們展昌後援會 或者對民主黨不滿的人 表達對民主黨的羞辱 和表達對民主黨的不滿 是絕對合理的 你亦都不能夠 argue 因為六八九有公權力 民主黨他們沒有公權力 所以扔六八九老母西就行 扔民主黨一條毛巾 寫著公民提名的就不行 因為民主黨的黨友黨員 他同樣有公權力 當六八九他語言藝術 騙香港人的時候 我們要扔他老母西 當民主黨他用語言藝術 去騙香港人去賣香港的時候 去宣假誓發假誓的時候 扔一條區區的毛巾 我覺得是恰到好處 OK 不是暴力 OK